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的虾肉鲜甜如果做到好的话真的是美味可口 其实吃东西都是什么都是不要吃太多 够就好了 没有人叫你吃50条虾嘛对不对 这个够就好了 吃沙波饭我最喜欢吃里面的腊肠 还有一些腌肉之类的 很香咸鱼也是很开胃的 黑黑的我不吃黑黑的部分是致癌物 所以不要吃 他有给你很多青菜嘛 所以你要多吃一点青菜给它平衡一下 因为年纪的关系 我就尽量把食量减低 比如说以前像这个沙波饭我起码吃三碗 可是这几年来呢我就吃一碗 所以我的体重呢就一直的减轻 其实以我的高度我是大概应该要58kg的 现在我还是61点多 我还要再减多两三公斤就标准了 比如说现在我有三样菜对不对 我一样吃一点我三样都吃过 如果一样吃太多其他两样我就吃不下了 吃沙波饭配啤酒会肥的 所以呢我吃沙波饭我就不配啤酒 我配中国茶或者是 豬脚醋 广东人讲鞠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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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鞠 我妈妈也会弄但是后来年纪大了就不弄 没有下厨房所以她都去外面吃 但是经常吃到没有吃到很好的 今天我吃这个我很满意 哇饱了不能再下 我要控制我的体重 可是今天真的吃太多 吃多了一倍怎么办 今天有办法我要去游泳游十圈 完了再去跑步 我才不怕你这些什么渣包饭 鞠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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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!